如果把开国皇帝的奋斗历程划分难度等级 刘秀的难度毫无疑问是低于级别 甚至不亚于当年的刘邦 俩儿的区别可能是刘邦打项羽 几乎是被项羽摁着打 而刘秀打天下几乎是他摁着别人打 所以会让人觉得刘秀的对手是一群乌合之中 但绝非如此 乱世之中英豪无输 无论是率先攻入关中的玄悍征服 还是勇猛无敌的煽动赤眉 或之后坐拥天险之力的窦戎伪肖公孙树等等等等 都是能够绝逐天下的种子选手 刘秀想要脱颖而出比登天都难 但正因如此 我们才能够看到掌控全局运筹帷幄 雄才大略文武千倍的光武帝刘秀 在华夏之土上演的这场精彩无比的矿世创业大戏 光武中心 刘秀在昆遥一战成名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等待他的反而是一把即将刺向他心脏的刀 因为他刚刚得到消息 大哥刘衍被斩首 很明显他们兄弟要被除掉 下一个就是他的 所以刘秀该怎么办 反抗的话和送死没区别 你现在仅仅是人家玄悍的一个小小将领 逃跑呢 必然被四处追杀 所以他选择面对 立马回到晚城向刘秀请罪 和刘秀关系好的人让他解 他仅仅是点头感谢 然后则被自己不多说一句废话 昆杨天大的功劳闭口不提 言谈举止间 还是如同之前那个站在刘衍身后 敦厚朴实 极其容易让人无视掉的刘家老三 刘秀看着眼前的刘秀 哪有啥意 全而内疚 所以给刘秀败江分侯 刘秀分侯之后立马回到老家 娶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女神 刘立华顺便营造出一种 胸无大志心无兄长的家乡 他依靠隐忍保住了命 但隐忍的背后 没人知道他悄悄留下 多少思念兄长的眼泪 没多久 往往的新潮被推翻 实力强大的玄汉政府 已然成为当下的正统王朝 毕竟人心思汗 但天下还有无数格局政权 不知何区何从 所以刘秀打算派人去各地安抚和招揽 当提到河北市 大司徒刘次表示 刘秀这小子办事靠谱 让他去对河市 当下一队人站出来反对 明眼人都知道 这小子看着人出无害 实际上可怕得很 昆杨之战 现在想想的头皮发麻 你放他去河北 和放虎归山有什么区别 不过在刘次不停的规券下 刘选点头了 刘秀奋明出是河北 刘秀到河北 是他人生中 极其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虽然接下来的路很迷茫 但他明白 想要达到自己的终极目标 只能义无反顾地往前走 不管怎样到了河北 起码是脱离了湖口 但他根本没想到 自己来到了一个 比湖口还危险的地方 河北的局面 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不过虽然一路上危机重重 但刘秀并不孤独 无数银豪将陆续奔向自己 即将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同他一起出演这场 惊天地气鬼神的创业打戏 一个个猛将会接连现实 在历史上留下极其浓墨仲才的一笔 他们被后世称为 云台二十八将 刘秀北都黄河没多久 邓宇便追了过来 刘秀问道 兄弟你跑这么远 是想当官吗 我身为大司马 倒是有这个权利 邓宇直接表示没有兴趣 刘秀有点门 那你来干嘛 邓宇说 您的威望和恩德遍布四海 只要让我跟你混 将来史书上有我就行 刘秀笑了 你小子真会聊天 俩儿就天下局势进行了一番分析 邓宇表示 如今的山东并没有完全平定 能打的割据政权有好几个 而关中的刘璇一个傀儡而已 底下的将领更是一群目光短浅之人 他们活不了多久 帝王大爷自古以来 就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开创的 而兄弟你昆杨一战粉神 天下无人不服 如今我们最好招揽天下英雄 壮大自己 来应对接下来的大编剧 以你刘秀的一名统一天下不难 刘秀听得热血飞的 除了邓宇和之前就跟着自己的 冯义 朱佑 济尊 摇旗 脏弓之外 一位名叫耿纯的兄弟 也发现了刘秀的不凡 当下表示要跟着刘秀回 一切看起来都挺顺利 但此时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刘林 是当地的豪族 还给刘秀带来一条奇谋 只要掘开黄河 就能把黄河东岸的赤霉军 全部淹死 这种毁灭苍生的事儿 刘秀当然不会去做 而且干掉赤霉对自己 并没什么好处 所以直接拒绝 可能觉得刘秀不好控制 刘林转头便把一个 叫王郎的哥们扶了上来 人这哥们自称是刘奥的儿子 但你这名字 王郎表示得亏玩了一首 偷天换日才活下来 不然赵飞燕早把我捏死了 所以行的王 这算命先生还真是啥都敢说 反正不管咋吧 刘林行了 刘秀前脚刚走 刘林便拿下汗单 宣告王郎为西汉的正统皇帝 河北地区纷纷响应 接着王郎下招 谁能拿下刘秀的头 赏十万户河 刘秀瞬间变成了 河北地区的头号通缉盘 因为你脖子上长了一个 让无数人流口水的十万户猴 而接下来 刘秀便开始了 绝地求生的游戏 任务 就是别把自己的十万户猴丢了 不过接下来该去哪儿是个问题 此时一位名叫耿眼的小伙子来头 建议刘秀往北走 我父亲耿光是上古太守 还有你老乡盆宠是渝阳太守 这两个军的骑兵猛的一匹 只要能说服他们出兵 王郎那种货肯定是一波带走 刘秀停了 于是开始北上来到继承 结果这儿的地头蛇 刘秀是人家王郎那边的 此时已经对着你魔刀活活了 刘秀知道后赶紧带人杀猪虫尾 出去一看完了 耿眼丢了 这下北边二不干去了 于是掉头往南开始一路狂逃 直接干到了饶养 一路上也不干净承 这帮人是又冷又饿又渴 再不吃口饭 连跑路的力气也没了 但你刘秀头顶十万户猴 人人盯着你 你去哪吃 顾不了那么多了 兄弟们跟着你这个老大快饿死了 人家混丐帮都不至于这么惨 刘秀灵机一动 假装是王郎的使节骗了顿饭 当然 兄弟们狼吞虎咽的吃法差点穿吧 吃完饭继续开头 逃到下去要得到情报 追兵来了 刘秀赶紧带人狂奔 结果跑到了湖陀河 他妈来报 河上不满碎兵也没船过不去 刘秀又让王霸去看 王霸怕大家一哄而散 撒了个谎 表示河已经冻住了 这帮人过去一看还真是 可等他们跑过去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冰河解冻了 当然刘秀他们没时间管这些 逃命要紧 跑到下坡后又不知道该去哪了 恰巧路旁有位白衣老汉提了个醒 小伙子们加油啊 离这儿八十里的杏都还是玄汉的地儿 刘秀带人立马赶去 杏都抬手人光 刚见到刘秀开心怀了 我如此坚守就位等你 何荣军太守披荣听说刘秀来了 也来投奔 终于是不用套劳 赶紧先让兄弟们吃顿饱饭 吃完再聊 在披荣的建议下 刘秀将信都作为大本营 开始反击王郎 刘秀 人光 李忠 万修 率领全部人马出击 同时发布文告 召集各路人马 共同讨伐骗子王郎 耿纯留之纷纷响应 不过即便一路攻城略地 部队越打越多 但和王郎比起来 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 所以刘秀打算争取一个人 针定王刘杨 人家有十几万人马 虽然他是王郎那边的 但刘秀认为可以尝试一下 所以让刘直前去游说 最终刘杨被说懂了 刘秀带着人马进入针定 为了巩固同盟 还娶了刘杨的外甥女郭胜通 这一下刘秀立马有了抗衡王郎的资本 于是分兵出击 继续攻城略地 在这段时间贾富城郡纷纷来头 不过在攻下广岸没多久 突然有人来抱 大量骑兵即将濒临城下 所有人都慌了 刘秀也赶紧登上城楼查看情况 只见城下乌央乌央的骑兵 离自己的视线越来越近 所有人都奔进了神经 此时大军之中一人骤骂而出 大喊 大哥 我想死你了 刘秀琢磨了一会儿 有点眼熟 此人正是之前走丢的哽眼 葛言表示已经说服父亲和盆仲 大家决定跟着秀哥混 同时还给哥带来几位动量之才 无憾 寇寻 景丹 葛言 王良 兄弟们都一个笔格能打 绝对的超级闷奖 还有个小礼物送给哥 我们顺路干掉了王郎的三万多人 还收了22个信 刘秀开心怀了 当下分后排架 让兄弟们先happy一下 接着下令 大军修整 随时准备向王郎开战 恰巧玄翰那边也派了六万大军 在谢公的率领下北上浇灭王郎 于是刘秀和谢公冰河一处 共打巨路 但一个月都没打下来 反而还让人偷了架 此时耿纯向刘秀建议 可以绕过巨路直到王郎 只要拿下寒丹 巨路必然不战而下 刘秀同意了 留下一波人继续围着巨路 然后轻率主力部队杀下寒丹 王郎算了 派人谈判 刘秀直接拒绝继续攻权 打了20多天 对方顶不住了 底下人直接开城头响 王郎想溜 王八直接将他一刀带走 刘秀进入邯郸 查看王郎的档案时 发现好多头诚信 写信的是自己人 立马下令所有将领过来集合 要干嘛呢 当着他们的面将书信全部烧毁 所有人都安心了 这边的消息刘秀当然听到了 立马派人去奉赏刘秀 分他为肖王 让他交出兵权 带着有功将领会长安受伤 感情把刘秀当傻子了 用完就提 担任刘秀是谁 怎么可能回去 直接拒绝 干掉王郎后 刘秀的下一个目标便是扫兵河北 分武汉耿远为大将军 去争调优州突击 优州刺史不配合 武汉直接把他干了 上古和渝阳的郡长 还没来得及坑声 就被耿眼砍了 各军领导吓坏了 全都乖乖听命 接着武汉率领突击部队 和刘秀在青阳冰河一处 共同围剿北方最大流口势力 通马军 围困了一个多月 通马弹尽了军 只能全力突围 刘秀在后面边追边打 在管逃 大败通马 通马投降 受降中又杀出两只起义局 刘秀直接把他们放斩 全部收入张下 然后马不停蹄 向南对着其他流口势力进行扫探 半路上河内军也开成投降 陈鹏归位 刘秀又让武汉和陈鹏 将刘秀派来攻打王郎的谢公干掉 大军又添六万人马 此时的刘秀 拥兵数十万 成了河北真正的老大 云台二十八将西数归位 外面的兄弟们 该接着了 刘秀从绝地求生被人四处追杀 到平定河北猛将如云称霸一方 仅仅不到一年时间 正是河北这一年 让刘秀拿到了绝逐天下的门票 仅仅是拿到门票 因为天下还有无数强大对手 没人知道谁会笑到最后 就算前不久可号令四方的玄翰 也未必能胜全再亡 他不仅无法笑到最后 反而成为了第一个被干掉的选手 刘秀进入关中后 开始胡乱分王 分完后就撩坛子了 让自己的老丈人全权带领 俩人都不是啥好东西 一个饮酒想了一个疯狂敛财 底下的人更不识东西 对关中百姓烧杀劫略无恶不作 什么人心思汗 关中百姓已经反过来思念新朝了 所以各方势力没人跟他混了 而是想着在天下大乱之际 不断壮大自己 或割据一方 或称霸天下 在浦阳的赤梅军率先冰封两路进攻长岸 此时的刘秀已经预测到玄汉必死无疑 所以他打算玩一个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于是任命邓宇为前将军 率两万精兵开王冠中 又任命寇巡为大将军镇守河内 管理后起 接着任命冯毅为孟金将军 沿黄河北岸不防 俩而共同抵御镇守洛阳的三十万玄汉军 防止他们渡过黄河 自己北上消灭河北参瑞实力 刘秀这边挺顺利 基本是追着这些流口打 除了在顺水北岸翻车差点为啥 基本上没啥难度 而冯毅这边也算顺利 先是给敌军将领李毅写的分析 劝他投降 李毅是个墙头草 同意了 回信中表示怨和刘秀再续前院 因为这货最开始 就是跟着刘燕和刘秀混的 叛途 在李毅的投靠下 没了后顾之忧的冯毅 接连攻克上挡的两个线 城高以东的13个线 收服降比十几万 玄翰那边坐不住了 派人来打 冯毅直接放着 李毅看着有军阵亡也不报 看来这哥们是诚心投靠 所以冯毅写信告诉刘秀 但刘秀的回答是 把他的投降信复制粘贴 然后散出去 没多久 李毅投降的消息便人尽皆知了 直接被玄翰另一位将领 诸位干掉 这一下引发了连锁反应 洛阳的玄翰军开始互相猜忌 都觉得身边的人头了 于是琢磨着自己也头发 大量士兵开始翻成投降 诸位觉得这么下去可不行 得主动出击 于是兵封两路 自己轻率主力进攻坪 牵制焚毅 其余人马进攻温县 寇勋得到消息后 立马集结士兵 在温县严正一带 玄翰过来的两拨大军全被反杀 寇勋和焚毅犹如门户下山 一路追着他 追到洛阳后绕成一轴 来了个无情潮 喊声震天动地 洛阳城中的玄翰军吓坏了 从此沉门禁闭 战报到了刘秀手中 将领们分封请求刘秀成敌 不过刘秀拒绝了 后来耿纯又劝了一次 刘秀再次拒绝 接着焚毅又劝了一次 三次了 再扭扭捏捏就过分了 所以公元25年8月 刘秀在号县登记 国号为汉 东汉时代正式开启 接下来就该搞一个体面点的独成 目标洛阳 刘秀让岑鹏去劝向他的老领导 朱伟表示 杀刘延我是主谋之一 罪孽深重 不敢投降 刘秀听说后立马表示 小小仇怨绝不集合 只要投降 官职绝被全部保留 黄河作争绝不实验 岑鹏将刘秀的话 转告朱伟 结果哥们直接往下扔了个软题 表示你要赶上来就信你 岑鹏二话不说向上攀爬 朱伟投降 将自己五花大榜后 面见刘秀 刘秀也信手承诺 给他败将分红 什么叫宽容 什么叫气度 这样的老大 谁不愿意跟 农历十月十八 刘秀定毒洛阳 我们接着看西边战场 赤美两路 共三十万大军 在轰农会时 一路杀乡观众 玄汉军根本定不住 在半路上 人家还通过抽签的方式 选了一个叫刘盆子的小孩 当皇帝 而邓宇这边也很顺利 接连大败玄汉军 拿下了河东军 玄汉眼看就要完肚子了 底下将领建议 不如把长安洗劫一遍 回老家当土匪吧 刘璇直接拒绝 当皇帝多舒服 不要当土匪 最后梅坦龙 自己打起来了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火拼 玄汉给自己拼出来一个坑 然后赤梅轻轻一推 就把他们卖了 玄汉灭亡 接下来邓宇的对手 便是无比凶残的赤梅君王 本来想着欲邦相争 余温得利 结果玄汉太不给力 赤梅几乎没怎么打就进了长安 所以邓应该咋办 他的选择是邓 因为赤梅干的那些事 看着就没打算在长安再下去 他们如同三十万强盗 集体出动 对百姓各种抢夺 各种施暴 把长安城洗劫一空后 开始对周边进行大扫党 如同超级龙卷风 所过之处哀红遍野 观众惨不忍睹 百姓们甚至开始人心思悬 从新朝到玄汉到赤梅 这些统治者一个逼个可怕 关中百姓长期活在地狱中 赤梅没多久便扫荡到了龙县 这是人家伪肖的地盘 人家肯定要打你 伪肖派兵出击 一路追着赤梅打 赤梅逃到阳城一带时 却突然遭到大暴雪 气温骤降 很多士兵被冻死 只能往东跑 结果出现了神奇的一幕 这帮土匪边跑边一路绝人坟墓 西汉皇帝们的坟墓 除了刘恒刘兵 其他的全让赤梅给挖了 除了骨头不要 能卷走的全部卷走 逃回来的赤梅军 遇到了严正一带的邓宇大军 双方一触即溃 溃的是邓宇这边 根本打不过 邓宇率军逃出长安 除了邓宇和赤梅 关中一带还有两个势力 一个是汉中王刘家 一个是刚被判刘家的严惩 此刻的严惩便在杜林坐山观胡同 赤梅表示 关你大爷 直接派人来打 结果被严惩反杀 砍了十几万 邓宇当然看到了机会 趁着长安空虚立马偷袭 结果让人摁住又打了一顿 心态笨了 后来赤梅又去攻打刘家 结果又被反杀 又被砍了十几万 赤梅两次一共被砍了二十多万 邓宇应该是能拿下了吧 不能 打不过 死活打不过 归附他的人觉得太彩 纷纷离开 看着赤梅和严惩的部队 在关中摧残百姓 邓宇是没有一点办法 此时 冯毅来了 冯毅出发前 刘秀嘱咐 可怜的关中百姓就靠将军你了 冯毅表示 大哥 我办事你放心 人家冯毅当然不会让刘秀失望 他和岑鹏的军事能力 放在整个历史上 都是绝对的第一梯队 但你再牛 也架不住有人捣乱 冯毅和赤梅在华银对抗俩月 打了几十次 赤梅那边不断有人来逃 只要等刘秀派往缅持的大军到位 到时候东西夹击赤梅军必败无益 但邓宇带着人马来了 他非要冯毅和他一起上 根本不听缅毅全阻 命邓宇帅军杀向赤梅 结果直接被放斩 心态彻底崩了 邓宇轻率大军冲向赤梅 结果让赤梅杀得全军溃散 缅毅当然也被啃了 连马都扔了 徒步逃回西班 坚守不出 邓宇发现自己闯祸了 在折探就算刘秀不杀他 自己也没联火了 于是乖乖回去了 没了干扰的缅毅 据拢人马决定和赤梅军 一战定乾坤 先是派扶兵穿着赤梅的衣服 把眉帽染红 然后藏到路旁坐登赤梅大军 第二天 两军决战 赤梅先派一万人马进行试探 弓毅也派一拨人马进行抵抗 然后用少量人陆续指援 假装人生 赤梅中计了 认为对方人生 所以全军出击 弓毅也下令全军列治宁 两军杀在一起 惊天动地 一直打到日落 当冯毅看到赤梅军的士气 已经减弱时 下令伏兵出击 和赤梅军一模一样的伏兵 突然杀入军中 见人就看 而赤梅军根本封不清敌武 彻底打乱 疯狂溃败 冯毅率军追击 在小谷大破赤梅 八万人投降 甚于赤梅军向东逃窜 而此刻刘秀早已在一样守住待徒 刘彭子率重投降 献猪穿过玉戏 赤梅军出局 汉中王刘家前不久也投了刘秀 此时关中就剩严惩了 冯毅打他就是闭着眼睛打 不费吹灰之力 关中平定 关中打得热火朝天时 关东也接连发生大事 而且极其可怕 先是镇定王刘阳反吧 没多久 渔阳太守盆虫也反了 后来南阳大佬邓峰也反了 这都是刘秀背后的大靠山 关键是一个比一个强大 刘阳反吧 人家是想当皇帝 不过是刘阳想当 还是刘秀想让他当 史书上肯定不会说 要知道刘阳的血脉 可是比刘秀正 当然也有可能是刘阳觉得 刘秀给的少 自己玩吧 而盆虫反是双方都有责任 首先刘秀有点忽视人家 还有他派了优州母 内货老打小报告 加上盆虫的老婆和手下一拱火 盆虫反了 邓奋的话 吴汉要背过 他在夺取南阳军的土地时 纵容部下掠夺当地百姓 搞得名怨沸腾 邓奋回家探亲恰好撞到 直接暴怒 立马号召当地军民起兵反抗 大败武汉 然后笼落周边势力和东汉对抗 当然邓奋的反绝对没这么简单 肯定和利益分配有关 本就不爽 我们看刘秀是如何挨戈平定的 刘阳这边比较顺利 刘秀用轨迹派耿纯过去 直接把他做了 刘阳和耿纯有亲戚关系 所以并无防备 但盆虫和邓奋就不好对付了 先看邓奋 这个人谁也打不过 即便刘秀手下猛将如云 但就是没人打得过 刘秀让岑盆朱佑等九位大将 率军攻打登坟 惨败而归 怎么办 也许只有请当今天下第一军神出马 才有可能打得过 昆阳之战那位大神 刘秀本尊 所以刘秀亲自出马攻打登坟 结果是一路飞着打 登坟投降 在耿眼和岑盆的坚持下 杀了登坟 接下来就是北方的盆虫了 盆虫这段时间除了猛锤爱达小报告的幽州墓 还拉拢了北方的匈奴 还结交了南边的张布 再继承自立为燕王 此时耿眼和刘秀说 我家的突击部队已经极可难耐了 大哥你让我回去 我带着我家的兵马帮你灭了那个叛徒 刘秀同意了 还给他派了几位猛将打辅助 不过也没咋打 盆虫死了 让自己的家农杀了 盆虫的部下发现后 立他的儿子彭武为燕王继续抵抗 结果底下的国师又把彭武杀了 这些人头最后都送到了洛阳 杀了盆虫的那位家农 还被刘秀分了吼叫不亦吼 除了平叛 其他地儿也没闲着 云台二十八将四处开花 攻城掠地 葛延马五等大将追着梁王刘勇达 楚利王秦峰和周辰王田荣被层盆打出了响 海西方董县和东平王帕们 让葛延武汉等人轮番轰炸 齐王张布被耿眼又是卫天大人 又是声东击西 各种疯狂支配 其他小点的势力就更不用说了 全被清扫干净 关东至此全部拼地 而且对于刘秀来说 还有两个好消息 第一是河西的窦戎归附 第二是南方各军也纷纷归附 国家看起来即将统一 中兴大业也看起来即将完成 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认为的 但真会如此吗 并不会 还有无数艰险 无数困难在等着他留秀 何为天选之子 忍常人不能忍 容常人不能浪 绝常人不能绝 成常人不能成 但究其本质 不过是一位刻苦努力的风华少年 拿命在朝着自己的目标 一步一步迈进而言 前方究竟会如何 你根本不知道 乱世归一的难度 远远要比想象中复杂的多得多 但无论如何你得走 你必须得往前走 汉式的复兴 国家的统一 文明的延续 在当下乱世 只有你刘秀 能够挽救 地狱难度的开国 可歌可泣的中心 刘秀的创业之路 就跟数到不好走一样 难于上青天 虽然算是刘邦的后代 但他这样的一抓一大把 可能某个放羊的娃娃 血脉都比他正 所以他的起点并没想象中那么高 刘秀和他的兄弟们一路打下来 真的是可歌可切 刚去河北市让人一路追杀 然后灭亡老兵桶马 将众多刘寇势力挨个清扫 他仅仅混了个逐鹿中原的门票而已 接下来达陆林 干斥美姬刘勇 班中间遭到刘洋鹏种 凳奋这几位大佬的反叛 还陆续消灭秦峰田荣 董县张布等格局势力 没提到的更是多如牛毛 数不胜数 即便如此 他的创业之路还是遥遥无几 因为天下皈依的总决赛 才刚刚开始 在平定关东 以及窦戎等势力归附后 登上决赛舞台的只剩三人 龙弟的尾肖 属弟的公孙叔 还有一副匈奴的卢芳 卢芳虽然在匈奴的支持下 一直大不死 但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对于刘秀真正有威胁的是 伪孝和公孙叔 如果俩人联手 鹿死谁手还真不一定 但毕竟他俩不是刘秀 还是等于那句话 帝王大爷自古以来 就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开创的 但即便是逐个击破 对于刘秀来说也是难如疼天 因为人家坐拥天险 最先出局的是有龙山天险的伪孝 在刘秀平关东时 对伪孝这边的策略是拉拢 所以一直向暗无视 双方能够和平相处的背后 有一个关键人物 马元 伪孝的手下 但轻如兄弟 公孙叔有意拉拢伪孝 伪孝让马元去考察 考察结果是 只会自嗨的井底之蛙 咱不如考虑下洛阳那边 于是伪孝又让马元去考察刘秀 结果是非常优秀 之前的君王没一个能比上刘秀的 马元的话伪孝深信不疑 于是把大儿子送到洛阳当了人质 不过既然表明想和刘秀混 学人家都容贵父就好 但这哥们却极其凝巴 既想和刘秀保持好关系 又想自己当土皇帝 所以当刘秀平定关东 局势已极其明朗的时候 他依然毫无动作 刘秀已经给他写了好几次信 分析力还让他赶紧决定 但这会扭扭念念 刘秀彻底失去耐心 啥别说了 给我去打公孙树 结果也能猜到 伟肖说 哎呀 这数道难 难于 刘秀直接表示 兄弟别磨了 脖子洗干净吧 刘秀派耿眼葛延等七位大将 率军押击 号称借到龙西要去打公孙树 顺便让莱希劝降 给他最后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结果闹了个不愉快 莱希走后双方直接开打 汉军大白 被人家一路追着打 幸亏马武率进兵断后 才让大军成功逃脱 第一次龙西之战 以失败而告终 可以说 无论你怎么打 谁来打 龙山摆在那 你就是打不过 人家打你是腐虫 你打人家是爬婆 完全不是一回事 不过伟肖的人马 如果离开龙山就不行了 耿眼冯毅这帮子猛将 直接就能吃了你 所以双方互有胜负 长期僵持不下 长达一年半 改变龙西战局的是莱希 由于打听到 敌方人马都在龙山前线 内部空虚 所以莱希拉着两千人马 各种翻山越岭 直接绕后攻下六阳城 斩掉地方大脚 汉军这边得到消息后 开心坏了 武汉拉着人马就要去打 刘秀赶紧把他喊住 表示伟肖肯定要去打莱希 让他慢慢挡 时间一长他们就疲劳 咱们再上那才是最佳时机 当然所谓最佳时机的前提 是莱希能否顶得住 刘秀当然相信 他这位表述的能力 莱希深深扛了四个月 刘秀出手了 在马员的建议下 轻率大军绕路近地高平 西边的斗龙野帅数万人马来支援 伟肖大胆 步众纷纷归想 自己带着家人和少数人马 逃到西城 严重着这边即将完工 结果关东出大事了 尹川大乱 叛军已经攻下好几个险 刘秀立马往回赶 路上写信给岑鹏 灭掉伟肖后赶紧顺道南下 搞定公孙数 但万万没有想到 这得龙望数 竟然成了自己的一厢情愿 你别望数了 因为龙你都得不了 伟肖所在的西城 一连几个月都打不下来 所以粮草顶不住了 而且又让南边的陈家军 杀进杀出 把伟肖带去了一城 武汉一看这情况不打了 刘夏继尊手拢道 全军撤退 虽然伟肖没让打死 但来年就病死嘛 儿子伟纯接班 半年后 刘秀命莱希为主将 冯毅等五名大将打辅助 再次攻打龙山 苦战一年 冯毅接连斩杀对方大将 即将看到胜利的曙光 但他没能看到 刘秀西镇的最大功臣 冯毅 冰死君主 而一年前 死守龙道的继尊 也早已葬在洛阳 随着来袭公破洛门 伟唇投降 龙西平定 耗时四年 既得龙 接下来就该得数了 公孙叔和伟孝一样 之前也收到过 刘秀送来的券相信 但人家很坚决 我是皇帝 干嘛要跟你混 不如你考虑下跟我混吧 俩儿战术互喷后 彻底决裂 公孙叔是完全有机会 争夺天下的 要人有人 要粮有粮 汉中都是你的 只要拿下观众 就如同情面六国 刘邦取天下一样 完全把主动权 捏到自己手里 而你唯一要做的 就是和伟肖高好关系 但这哥们水平不行 人马云说他是井底之蛙 没有一点毛病 他和马云是从小玩到大的发小 马云来考察想的是 老朋友好久不信 必须好好喝一顿弹弹鞋 结果这货高高在上 你见人家还得先等同胞 你见到后还得参拜 参拜完还得去换衣服 反正就是各种状 让人极其割影 所以还没早 伟肖在马云的劝说下 和刘秀走到了一块 后来伟肖发神经 决定自己报了 为了对抗刘秀 便向公孙树辰辰 机会又来了 你派大军联合伟肖 拿下关中轻而易去 人家伟肖自己都能 和刘秀打个乌鱼开 结果呢 每次伟肖快被打死呀 你才派个几千人过去 目的是啥 如今好了 刘秀要举全国之力赶你 你再想拿关中 再想下金钟 兄弟 没机会了 岑鹏现在已经在打你了 不过鼠地天险 确实他也不好打 刘秀派武汉率大军 和岑鹏在金门会市 打算沿着长江逆流而上 攻入鼠地 这比走关中那边还难 连接鼠地和荆州的 这条长江非常险 而且有两个关 只要把住根本就过不去 一个是荆州这边的伊林 一个是鼠地这边的白地城 相当于两边的大门 难以攻破的大门 而如今两道门都在公孙树手里 所以岑鹏该怎么办 火攻 岑鹏组织绿制突击队 趁着东风大起开始出击 目标是火烧伊林浮桥 但突击队即将靠近浮桥时 被桥边木桩上面的钩子挂住 动不了了 队长鲁切下令 兄弟们 火把给我往桥上轮 漫天火把飞下浮桥 在狂蜂之中火势迅速慢 越烧越大 陈家军大乱 而早已准备好的汉军 在岑鹏的率领下 所向拼命大败陈家军 伊林大门拿下 此时有个关键点 陈家军并没有在白地城 摄二道防线 此时根本没机会不防 因为岑鹏就在你屁股后面 败军直接跑回江州 天大的优势没完 岑鹏杀入蜀地 一路攻城拔战 势入破竹 而没多久 关中那边的汉军在 莱西的率领下也攻入蜀地 公孙树大紧 决定在万军之中取缔将手机 怎么取呢 派刺客 莱西被刺杀 但没立刻死去 将后世托付给葛延后 亲笔给刘秀写了一文鞋 落笔后 将胸口的尖刀拔出 当下棄决而亡 没多久 军纪严明 对人民秋毫无犯的神将岑鹏 也被刺死 而接替他的 是以屠城闻名的武汉 武汉攻陷广都后 公孙树已经重判清理 但他拒绝投降 而且手下谁敢投 图全家 最终公孙树在战场被一毛动传 陈家军投降 武汉下令 公孙家族不分长 又一个不留 城中可以随意烧杀抢阅 然后下令焚烧宫殿 属地百姓遭到灭顶之灾 至此 全国同意 刘秀的中兴大业完成 从陪大哥刘远启兵 到东汉统一 耗施14年 当年站在刘远身后 27岁的少年刘秀 此时已经41 14年的犀利 也让他成长为一个 世人眼中的完美皇帝 他的政治手段 可以说高到无懈可及 开国工程如何安排 背后的豪族集团如何平衡 土地问题如何处理 边疆问题如何解决 他都可以找到 最妥善的处理方式 做到极致 首先工程 刘秀给他们全部分后 但分给他们的侯爵 不见关职 大家都以侯爵的身份 回家享福就想 远方进攻的金银财宝 山珍海卫优先给这些兄弟吗 没有一个人被诛杀被贬 谁说开国工程得杀 然后豪族集团 之前贵父的窦戎等势力 全部安排妥当 为了平衡河北和南洋豪族 甚至废掉郭盛通 将英丽华立为皇后 俩儿都理解并支持刘秀 郭盛通的儿子刘江也明示例 一再请辞太子之位 于是和刘庄对调 当了东海王 一家人和和睦睦 并达到了政治平衡 土地问题 刘秀严格执行夺天制度 因为不光是税收 豪族藏匿土地 那是危害国家的大问题 只有对土地和人口了如指掌 才能加强中央集权 才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和社会的安定 所以但凡谁在这上面 征手叫 不好意思 没有下不为例 就是大司徒欧阳西 他也得死 边疆问题 王莽那会儿 不仅把中华大帝搞了个稀碎 外部也是四处树地 匈奴 乌环 先辈 动不动就打你 刘秀通过威逼 利诱等各种手段 让先辈 乌环 惠莫先后服输成成 而恰巧匈奴之间搞内斗 又分为南北两国 南匈奴主动归降 刘秀把他们放到西河郡 让他们协助边疆各军 共同守护边疆 至于北匈奴给我往死里打 而西域那边 刘秀选择了放弃 西域开支太大 而且百姓刚刚脱离战乱 国家急需休养神仙 没时间管他们 所以爱咋咋 不过刘秀绝对想不到 没多久便有一位小伙子横空出世 凭借一己之力 带着36个兄弟搞定了整个西域 而且不需要开支 当然这是后话 刘秀结合自身和国家的处境 将功臣豪足土地 边疆等问题逐个解决 公元57年 光武帝刘秀兵士 汉明帝刘庄继位 三年后 刘庄思念中心大业的功臣们 于是让人在南宫云台之上 画了28位将领的画像 这些将领被后世称为云台28将 光武中心 是可歌可泣的中心 一路走来极其不容易 曾经被四处追杀的那帮少年 克服种种磨难 一路披荆斩绩 但倒在血泊之中的不知道有多少 曾彭坟一等旷世明教 仿佛当年的获取病 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 便消失人间 而我们的超级英雄 刘秀更不容易 14年 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 稍有不慎 就是万丈深渊 兄长被杀他的一人 眼泪他得偷偷掉 如何拉拢人才 如何对抗敌人 他都得谨慎再谨慎 他并非天生完美 而是在烈火的淬炼之下 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哪怕成长起来的他也并非无暇 听信禅言 差点让征战一身 以死报国的福伯将军马元蒙元 韩兴的自杀 硬脖子董轩 都说明刘秀他也是一个普通人 也会犯错 然而刘秀的不优秀 翻遍史书几乎仅此而已 他诠释了什么才是一位优秀的皇帝 是他让支离破碎战火不断的国家重归合理 是他让满木窗移变体鳞伤的王朝再现繁华 他的功不仅仅是当时其功 对于整个中华文明来讲都是天大的功劳 他的确是拯救苍生一中无一的天选之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